好 謝謝主席 請陳時通部長 也請外交部 是谷主任 江委員好 好 部長好 我想請教 就是說 我們現在國際間 到底有幾個國家認可高端疫苗 到目前如果以認可而言是四個國家 那四個裡面貝里斯他竟然還在修訂相關的檢疫的措施 對 所以衛福部你們的書面報告說 目前認可高端疫苗有四個國家 但外交部的書面報告 外交部 請教一下 因為你們就寫得很精準 就是說高端疫苗目前就獲得三個 伊尼有現在帛琉的承認 因為很明顯貝里斯他目前都還沒有施行 那都是將來施行以後才會發生 那今天大家問你 目前 有幾個國家承認 很顯然確定的就是三個國家 就你們在彼此之間橫向聯繫 包括書面報告都有出入的時候 到底民眾要相信哪一個單位 所公佈的 為準 哪一個比較精確 OK 也簡單文報告 就是現在就有疫苗的要求 你到貝里斯他現在 我們持任何的疫苗進去都還是可以 那未來修訂以後 當然我們會在公告書修 修訂的結果是怎麼樣 是這樣嗎 外交部你們掌握資訊是這樣嗎 你們的書面資料寫得很清楚喔 報告委員 外那個 外交部這邊的資料是 貝里斯後面他有關火說 時間的話還是要看那個 貝里斯政府的正式公告為準 對啊 就是 但是他現在說相關的事情日期細節 要以貝國政府正式公告的內容為準嘛 那你們現在都是說 是未來他們施行才有可能 現在都還不準嘛 對不對 現在還不行啊 現在不能進去嗎 都可以 當然現在都可以進去啊 好 那至少這個部分你們要講清楚啊 對不對 現在當然是可以進去 那將來修改了以後 就以他修訂的 我們待會兒在公告 外交部還在公告 要讓大家明白 好 現在大家很關心啦 就施打兩劑疫苗高端之後 到底會不會影響國人出國的權益 這一點我執行過部長非常多次啊 要你們及早規劃 結果現在你們想出的辦法是什麼 要讓國人再打 另外兩劑國際認證的疫苗 外交部你們之前怎麼說 我說是不是會影響國人出國的權益 你們說這跟事實不符 沒有 就那時候我們就說 我積極跟請外部管 都接洽 讓他瞭解 那現在大概時間已經到了 所以我們就請教專家 當時大家都再三的提醒政府 非常善意的告訴指揮中心 還有各部會 有可能會影響到國人的權益 要及早規劃 8月份的時候就提出來 當10月份的時候傳出 美國在11月即將可能改變 他們入境的規定 甚至傳出會一改 他們原本區分33國跟非33國 全面要求入境美國的 就是要施打兩劑完整 認證的疫苗才可以入境 那這顯然現在就發生了 那結果政府你們當時對國人所說的 那後來大家相信去哪個高端 現在事實發生了 結果指揮中心想出來的辦法 就是要讓民眾去再打兩劑國際認證疫苗 我不管部長你們跟其他人 怎麼樣口水戰 說是混打 蟲打 家打 白打 亂打 我國人關心的是什麼 到底安不安全 有沒有有效 結果今天看到 指揮中心你竟然說 我們沒有安全性有效性的臨床試驗跟研究實證 你讓民眾怎麼安心 我怎麼相信這個政府 民眾在乎的是我打了我會不會安全 部長你有有辦法提出相關科學證據嗎 這是一個專家的專業的意見 那這個跟他的有效是無關 那當然安全是大家所關心的 那安全基本上有他的一個相關疫苗 本身的一個代謝的一個時間 那有深層的一個反應 這兩種是不是有交互作用的影響 那經過專家的專業意見 他們認為是安全的 部長你都推給說是ACIP專家意見 有沒有辦法公布會議記錄 專家就全部無意通過啊 你今天書面報告都只有結論 都沒有審查的過程 審議的過程 專家學者有沒有討論任何安全性有效性 專家學者我們提著意見 請他們給我們意見 他們就無意通過了 所以沒有討論任何安全性有效性的問題 他們認為這根本就是沒有問題啦 要不然怎麼會無意通過呢 所以都沒有討論 那你要今天民眾 我怎麼敢相信政府說 變通的方法如果有出國的需要 來你們先去打國際認證疫苗 那如果發生事情怎麼辦 有嚴重的不良反應怎麼辦 不是說現在推給後面的 預防接種受害救濟而已啊 這是事後的救濟啊 在國際上也有這樣的一個潛力嘛 在英國國外 國際上有什麼潛力啊 英國他們對於在國外 他們說國外打了這些蛋白的疫苗 那回來的時候 他們就一樣提供mRNA的疫苗來做施打 這是有一個潛力可以做依循的嘛 世界上也找不到任何相關科學的實證 打兩劑高端之後 然後再打其他國際認證疫苗 有沒有可能造成安全性有效性的問題 你也承認你提不出來 就推給專家學者會議 然後要你公布會議記錄 你也不願意 今天你只講結論 今天委員講說會議記錄 我就跟委員講說 那我問你如果民眾打了 有嚴重的副作用 或不良反應怎麼辦 他要去哪裡求助 那他有個機制在哪 就要害救救濟 這對大家都是一樣的 事後他只能發生了事情去救濟啊 而且也不用講前面委員說 這救濟的嚴格門檻多高 時辰拉的多長 今天民眾要政府負起的責任 不是要說事後發生事情再去救濟 而是現在你負起責任 告訴民眾 你的科學證據在哪裡 打了會不會安全 會不會人體有害 打了還沒有有效性 你提不出科學的數據 我們今天這個議題是沒有在談 有效性的問題 談的是安全的問題 對 最關心的是安全 那安全你也提不出科學的證據 我們也關心 我們需要的數據 這是一個負責任的政府嗎 是的 完全不是 只推給事後藥害救濟 要部長你負責 你也不敢負責 只做政治責任 我們不要政治口水 也不要任何政治的語言 我要的是安不安全 政府你有沒有做過相關臨床實驗 結果沒有 你就說這是一個變通辦法 你有出國的需要 你就打 你就照我政府說的做 那出事怎麼辦 很抱歉 你尋求救濟出境 更不用說你的預防接種受害救濟 你沒有相關的學術資料 你沒有一個判斷的基準 你要怎麼尋求救濟 第13條我們討論這麼多了 要醫學的實證 要綜合的評估 都需要相關的 醫學上面的文獻資料 科學的證明 但是現在你沒有臨床試驗的數據 你今天送到了 預防接種受害救濟 這些專家學者 他要怎麼去判斷 到底有關 無關 還是不確定 可能大概委員大概基本上 我們大概都知道 現在我們推動是所謂實證醫學 實證是一套方法論 不是我今天講說 這個paper怎麼寫 他就怎麼樣 他經過大量一個paper的review 然後做是一個實證的基礎 那就像我們在醫學 都所認知的一個基礎 就是這樣 並不是每一件事情都一定要拿來試看看 他有很多相關的實證可以做 或者反證可以做 醫學本來就是一個很複雜的地方 我沒有辦法每一個東西都拿來人體來試看看 所以就會有很多的一些方法學 來驗證相關的東西 多接種一種不同性質疫苗 就多一種出現副作用的可能性 所以一定要有科學證據才會開放 開放混打 當時是非常嚴謹 民眾也認為這是負責任的政府 應該要抱持嚴謹謹慎的態度 開放混打 那時候那個試驗是在做有效性 那看是不是這樣混打了之後效果會不會比較好 那跟現在我們在講在安全性 這是兩件事情 安全性一樣啊 民眾也需要得到安心政府的保證 對 安全性裡面是由相關的實證裡面 實證的醫學裡面去驗證的東西 基本上是安全的 那每一個疫苗 單獨的疫苗的安全性 都經過驗證過的 那間隔了一段的時間之後 我們最主要目標還是跟我們打流感疫苗 之所以要間隔那7天 最主要是為了不良反應的時候 那容易被鑑定跟判斷 部長 今天民眾他沒有辦法 他現在你們想做辦法就是說 好 那你再打另外兩劑 國際認證疫苗 他也別無選擇啊 但當時政府是怎麼告訴他們 承諾說不會影響他們出國的權益 當時大家提出善意的提醒 你們也說這跟與事實不符 但現在事情發生了 我們希望原本很早 10月份就要及早提出因應 結果現在想出的辦法 結果是要民眾重打 那這是一個負責人的政府嗎 有什麼更好的方法 所以當時最早才叫政府你規劃 應變的方式 當時你們只說第一個 你們要趕快跟美國 跟美方或世界其他國家溝通 希望他們趕快認證 我說這有困難 沒關係我說好你們積極去溝通 第二個 你們還是說不會有問題 那結果現在打了兩劑 其他國家也說打了第二劑 要間隔六個月再打第三劑 那第三劑跟這又不同 那是一個效率遞減的問題 同樣民眾有疑慮 我們不要把時間混在一起講 委員在這裡也要講 就是說你把它混在民眾是更混淆而已 我們今天大家在這邊辯論 是要讓事情變得更清楚嘛 我先提出來都是現在民眾的疑慮 對 所以我也跟委員請示 我不管說你們現在要爭執 到底他名稱叫什麼 這個是政治口水 但是民眾反應跟我承認了 到底安不安全 我要選擇哪一種國際認證疫苗 我打了會不會有副作用 我會有嚴重不良反應 如果有了怎麼辦 那我只能尋求社會 如果發生生命的危險 怎麼辦 民眾有疑慮啊 所以當有疑慮的時候 我希望政府給我最簡單的 你相關臨床試驗證據 你說好實證醫學 如果你能夠說服民眾 當然很好 但民眾還是有不安 沒辦法信任的時候怎麼辦 他就會卻步 那就影響到他的權益 對 所以我在國際上所謂的疫苗 友誼都是這樣子所產生的 那如果大家認為說打疫苗 是一件好的事情 那就要避免讓民眾產生過多的 疫苗的優異 政府當然責任很重 我們必須要清楚的跟大家來說明 可是一樣民間的團體 也一樣都有這樣的責任在 讓我們及時能夠有一個群體的保護 那造成更安全的社會 我們一定會負責任去處理這事情 那這是一個變通的方式 那專家的討論提供的一個方法 那溝通我們會持續的做 現在民眾也只能尋求事後的救濟 那以只能求事後的救濟 你們相關認定上面 時程要快 認定的標準 有 這個持續要做 降低 就像我們很多委員質詢的 對於第13條認定上面 你們要加快速度 對 這個委員報告 就是我們在綜合研判的這一塊 我們也拜託各位委員 針對在綜合研判那一塊裡面的 一定要對被害人有利 這樣的一個裁定 好 謝謝部長 好 謝謝委員 謝謝蔣萬安委員 下一位陳寅委員